一名印翼男子不堪相列11年的女友 移情别恋因爱生恨之下 昨天闯入了女友在雪州工作的商店 爆发激烈口角 而之后更是一怒的将女友割喉杀害 闯下大祸的嫌犯逆藏一个晚上之后 最终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今天早上是主动的到沙灯警局自首 当场被严扣住场 雪兰儿沙灯昨天傍晚发生一宗情杀案 沙灯警局主任安巴拉干指出 任职罗里斯基的33岁印翼男嫌犯 不满29岁的女友在交往11年后另结新欢 在渡恨交加下 前往女友在博兰里花园工作的保险箱商店当面对质 调查发现这对情侣随后在店内发生激烈争吵 怒火中烧的男嫌犯 突然手持力气割断女友的喉部 在惊绝犯下大错之后 匆忙逃跑 留下倒在血魄中的女友遗体 安巴拉干指出 警方在案发之后接到投报 赶到现场调查 从闭路电视画面发现 嫌犯是乘坐摩托车独自前来 但是现场没有找到凶器 不过嫌犯在躲藏一晚之后 相信是受不了良心谴责 终于在今天早上到沙灯警局自首 当场被捕 安巴拉干透露 嫌犯教后坦诚是在嫉妒之下杀人 尿检结果对毒品呈阴性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 调查刑犯 明天将把他押往法庭 申请言扣 深入调查本案 接覆一下 在那边 来 这期间 将尽量放开 与 中童 都 你 什么 要 不 游凭 游凭 继不 游凭 有 游凭 有